猜猜看我們現在在哪裡 不要猜了 我覺得那裡 告訴大家 大家會很失望嗎 真的 不會吧 怎麼又是這個地方 哪有我們今年第一次來 我們現在在台南 你每年都要來 對 每年都要來一次台南 因為每年都會享驗台南的食物 結果生日禮物嗎 沒有耶 哇 我們做1069 真的假的 1069在剪掉 5跟1064 怎麼搞的死啦 那感覺是一個統磁view嘛 你看超美 還不錯的啊 很明亮耶 小小尖的那一隻還不錯 超美的 超美的 比較厲害 我 這是這次三天兩月住的地方 叔叔穿新衣服耶 這是花豹嗎 這是老虎 老虎 去年今天就來一個美女 養下的美女 我們飯店的對面就是台南市的美術館 還蠻特別的一個建築 好大一棟喔 白白的 我覺得它有點讓我感覺有點像是那個 很不規則的感覺 有點像卡達的美術館的感覺 這麼高級喔 對啊 然後總之我們來這邊呢 就是因為沒來過就想說 最早也是在我們住的地園 對走路就到旁邊 我們現在在美術館裡面了 然後因為不能用 是開棒 然後我們票門是 一個人150塊 對 然後如果是台南市民就更便宜了 然後如果 他剛以為我們是學生了耶 好開心喔 拍150塊 150塊 付得非常的心甘情願 採光超好的 後面 我覺得這裡超好拍照的耶 整個就沒有再贊賺 今天推薦我跑 整個光明的撒下 好心甘的 對就是到一個旁邊都沒有人可以保持1.5公尺距離的地方 然後把空障碼馬上立馬拍照 我覺得這個博物館它的水準還蠻有國外的那種類型 就是不論是採光動線啊跟硬體啊 我覺得都超棒的 像大家如果去看我之前去那個卡達博物館的那一集的話 就可以看到其實比較現代一點的那些展場空間 其實都有非常好的規劃 我覺得這個真的還蠻棒的 從二館步行大概四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到一館 小小的耶 出乎我意料的小 這古老的建築好酷喔 中間還有一個中庭耶 很酷耶 很酷耶 它在那個很舊的建築物後面 很舊的建築物後面又會蓋一個新的 新的照住 對照住後半段 對照住後半段 你看 實在用那個 美食館裡面的味道 比較燒香 因為我不知道 想要問大家 以前想說會不會喜歡鮪魚課本的味道 課本有什麼味道 就是幽默的味道嗎 我不知道 還有烤卷的味道 我覺得是紙點的味道吧 烤卷的味道很好 那個池海 池海的會不會有什麼味道 那我得到去 然後你翻一翻 就發現那個小小的蟲在跑來跑去 那你把它吸進去 好 我們繼續逛 這邊是孔廟 這邊是孔廟 然後這邊是什麼武德殿的 為什麼台南到處走都是古蹟啊 這跟京都一樣 真的耶 你看那個房很漂亮耶 這個大城房 這個 帥哥你好 嗨 健美 健美喔 撞撞 帥哥你好 還難得好不容易 健美撞撞喔 跟你們說 叔叔最喜歡在路上被人家說他撞撞 我沒有最喜歡 他每次被說完 然後晚上就 可是很不好意思 他晚上就很開心 還沒有摸自己的肌肉 想說我很重要 好久沒吃冰了 我只有夏天 超多水果我都數不出來了 有 西瓜 芭蠟 芒果 木瓜 洋桃 這應該是哈密瓜 然後 橘子 檸檬 然後布丁 香蕉 蓮霧 那個梨子 梨子 然後這樣一盤90塊 兩個人吃 趕快 好 開心喔 趕快起碼都要融化了 他吃芭蠟 我喜歡吃芭蠟 其實真的就是很水果的原味 然後加上那個獵豬的味道 布丁應該也是自己做的 布丁的奶味好重喔 布丁好吃耶 對阿 好吃耶 我呢有一個很厲害的技能 沒有很厲害吧 大家都會阿 對沒有 不行 他可以直接 吃檸檬 而且你臉都不會有一點點真理 有 我要挑戰他說他可以一口吃 我不行 我整吸到那個 你的表情有三罐 湯汁了 對不起 我上次吃我媽那個 番茄我都已經有點酸到不行了 好好笑 好 趕快給你 趕快給你 我們現在 對我們現在來吃晚餐了 然後是朋友介紹的就是 他吃雲肉是很傳統的 牛肉沙爹 台南帶地朋友介紹 對 他台南朋友了耶 很期待喔 他應該已經在那邊了吧 而且我很好奇我們 台南有多少台南的朋友 有看我們的頻道 可以在下面留言嗎 應該還蠻多的吧 台南的朋友請介紹 之前就好像有人留言說你什麼 可以再來台南嗎 之類的 再來台南 對 但是我們還真的蠻常來台南的 到了泥巴 這是沙爹 對 他不能提供刷卡耶 嗯 你有夠多錢嗎 有啊 好吧 這是沙爹 這是你的生日大餐 屁啦 為什麼要吃生日大餐 因為有人生日人 每個人都說 好像生日都沒有慶祝 好像會不開心 然後我比較想吃沙爹 但是沒有沙爹這個東西 所以我才拍 今天我五月底就訂了 真的假的 這麼厲害耶 上面沒有寫價錢耶 而且這個要 可是你沒有帶信用卡要怎麼辦 難怪你剛剛是說回家拿紅包 吃一口 嗯 所以謝謝叔叔 沒有帶我去吃 那叫什麼 他原本騙我說 今天要去吃沙爹牛肉 沙爹牛肉 我想說 沙爹牛肉還不錯耶 我還買了一杯仙草茶去配 對 就是還蠻驚喜的啦 然後我只是想說 其實以後不用花那麼多錢吃飯 然後我就 可是有人說 我們都 有放閃嗎 這樣有放閃嗎 這樣也沒放閃啊 其實我最大心度放閃 吃飽了 從白天吃到晚上的感覺 謝謝叔叔 所以我們今天台南 就是帶大家逛美術館 然後幫凱文青山 對 我覺得美術館真的超推薦的 我覺得我在這邊拍到超多超好看的照片 然後今天餐廳也不錯啊 今天餐廳的體驗非常的讓人難忘 謝謝叔叔找到這家餐廳 然後也謝謝大家看我們今天的這一集 天花幫我訂閱分享開鈴鐺 當我的生日禮物這樣子 好 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很像什麼邪教團 嗨 嗨 HAPPY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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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